你妈是坏女人 你再说一遍 坏女人 坏女人 怎么样 坏女人 你妈是坏女人 不是 小龙 不是 坏女人 小龙 不可以打架 阿彩 你没事吧 我要去找我妈去 谁要打架的 回去 我说你怎么这么没用 你怎么回事 你家小龙 为什么每次都打我们家儿子 还有这苹果 你看这苹果都弄脏了 不好意思 是我们家小龙不懂事 苹果 我会赔给你的 赔 你赔得起吗 我劝你赶紧跟你儿子 实话实说了吧 还瞒着干什么呀 省得每次一提他爸爸 他就欺负我们家阿彩 没叫养的孩子 走 我们回去 走 小龙 你真的很想见他爸爸 我想像阿彩一样 每天 就可以站在门口等爸爸回家 用脚踏蒸气 有苹果汁 还有漂亮的竹花树 真的 他哪里我看过 他说都是他爸爸 抱着他 陪他一起看的 我知道 妈妈不喜欢我 我一直替爸爸 但是 我真的很想他 可是 你爸爸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多远 要不要坐火车 要不要坐火车 没想到李世玲的家境这么好 你的 周莲 你 你认识吧 我是他大哥 叫林明辉 他是我亲妹妹 妈妈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 小龙 你有没有想过 一会儿见到爸爸 第一句话对他说什么 我有好多话想跟他说 可是我不知道 先说哪一句怎么办呢 那你就告诉爸爸 你叫什么名字吧 这个我会 我叫林文龙 双木林 斯文的文 龙凤的龙 是这样说吗 妈妈 爸爸怎么还不来呀 爸爸应该在来的路上了吧 小龙 你先下去玩一会儿 一会儿爸爸来了 妈妈叫你 好不好 好 七年不见 他变了吗 是胖了 还是瘦了 为什么我还是会关心他呢 他抛弃了我们屋子 我应该恨他才对啊 我应该恨他才对啊 谢谢 真乖 好久不见 这些年 你过得还好吗 七年后 你再问我好不好 你不觉得这句话很多鱼吗 七年前 我之所以会离开你 是因为我有不得已的理由 我 七年都过去了 你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 都跟我没关系 玉玲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你怀孕了 否则我绝对不会 不会狠心抛下我是吗 那这么说一开始 你就是在玩弄我的感情 玩腻了就丢掉 是不是 我是真的爱你的 你别怕我 玉莲 玉莲 你听我说好不好 其实我 妈妈 这就是文龙 小龙 小龙 这是你爸爸 小龙 小龙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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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你呀 爸爸也想你 好玩吗 好玩 好玩 来 咱们把这个戴上 这些啊 都是爸爸给你买的 真的吗 喜欢吗 喜欢 妈妈 我要把这些拿回去给阿财看 说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 阿财每次都说我骗他 我有爸爸 所以我要让他知道 我爸爸回来了 是啊 爸爸回来了 爸爸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好不好 好 小龙 来 你自己去旁边玩一会儿 爸爸跟妈妈 有事要谈 雨林 你自己去旁边玩一会儿 爸爸跟妈妈 有事要谈 雨林 请你告诉我 你自己去旁边玩一会儿 我该怎么做 才能弥补你们母子俩 我该怎么做 林先生 你今天来找我 是为了玉莲 还是谈孩子的事 聪明啊 李太太 怪不得我妹妹玉莲比不上你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 那我就直说了 这六年来我妹妹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委屈 都是往自己的肚子里面咽 不是我这个大哥一直在帮她 她早就 那玉莲 她希望我们李家怎么补偿她 爽快 其实啊 我们的要求也不高 第一 那孩子当然要认祖归宗 还给李家 不然啊 我妹妹也不会让我替她 对她来谈 对不对 是啊 这样对玉莲 对孩子都好 那第二呢 第二 请你们将李氏矿业三分之一的股权 转让到我们兄妹名下 林先生 你这条件 是不是她 恐怕我 你能把她的股权 我不是一条件 你这条件 你不一条件 是不一条件 我 也不一条件 你一条件 是不一条件 你这条件 你身上 你不一条件 你身上 你身上 你提的要求 不是我能决定的 没关系 你跟你公婆可以慢慢商量 我跟玉莲也可以慢慢等 林先生 对了 有件事我忘了跟你说了 我相信李士林 他应该没有告诉你 今天 也就是现在 李士林和我妹妹 还有孩子 三个人正在一起享受 天伦之乐 李太太 你要是能让你的公婆 早点答应转让股权 那孩子就能早点回到李家 我妹妹才有可能 早点嫁人 不再跟你丈夫有任何瓜葛 否则你想想 一个他 再加上一个亲生儿子 李士林的心 会到香奈一边的 你想想 好好想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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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莲 我希望孩子 能够尽快地 回到我的身边 可是 乔房还不知道 这件事情 我怕他承受不了 其实 孩子还是可以暂时 待在你的身边 我会经常去看他的 我也会负担 你们母子俩的生活开销 我说过 要把孩子交给你了吗 可是玉莲 有些事情你不了解 我曾经伤害过乔房一次 我不能再伤害他了 你伤害过乔房一次 那我呢 你难道就没有伤害过我吗 小龙才六岁 难道你忍心连太眼一起伤害 李世林 你跟七年前一样可恶 玉莲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小龙 可是事已至此 我该怎么做才能两全呢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去跟小方商量 我会求他同意的 不必了 七年前你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结果呢 我等到的却是一封 无情的诀别书 我不会再杀了 不会再相信你说的话 你不用为难 孩子没有爸爸 也过了这么多年 我相信 以后没有爸爸 他一样也可以好好地成长 小龙 跟妈回去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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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不做又不会饿死 秀啊 你说玉莲 真的会把小龙送给他爸吗 不会吧 希望不会吧 永福 你还记得小龙出生那天的事吗 当然记得了 那天下着大雨 玉莲就倒在咱们家门口了 咱把它扶进去没多会儿 小龙就生下来了 哇哇哇地大哭 声音可大呢 小心 那个 我还没有 小龙 你干嘛 我还没有 什么 给我 你还没有 我还没有 你赶快 你还没有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 妈妈 妈妈 妈妈